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在元旦的当天住院治疗 在加护病房里面住了四天 但是被批评说是保密过了头 因为不但连美国总统拜登不知道 就连他的职务代理人 也就是副国防部长希克斯都不知道 根据媒体报道 虽然上个礼拜二奥斯丁 已经将部分的作战职责转交给希克斯 但是希克斯仍是正在波多里克度假 他不知道奥斯丁仍就在加护病房里头 是直到周四的时候才得失这项消息 原本准备要缩短加起反国 但是因为周五奥斯丁就会出院重返岗位 因此他也选择继续留在波多里克 白宫方面也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是在奥斯丁住院 三天后他才获知消息的 因此就感慨安排了两个人 在周六的时候碰面 那么奥斯丁住院是被保密到家 就连国家安全官员都不知道 就引发了内部沟通上的不少争议了 还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周末的时候他再次展开了中东行 他先抵达的是约旦 随后又前往了卡达 他呼吁临近的阿拉伯国家 要对加萨的未来管理发挥作用 那么布林肯周六是先前往了约旦 和约旦的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面 又前往了卡达 与卡达总理穆海默的会面 布林肯表示他担心尾巴冲突会转移 对中东地区的安全构成更广泛的威胁 要求以色列必须要采取更多的措施 来保护加萨平民 还重申说一旦情势允许的话 就要让巴勒斯坦平民回家 绝对不可以让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加萨 而他这次出访的主要目的 是想要了解阿拉伯国家 对于加萨未来走向的意见 尽管各方对于在战后的安排 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但是还是希望能够急遭展开协调 不过尾巴冲突至今已经要满三个月了 要来看到在约旦河西岸这边也不平静 因为这里的以色列检察哨 就惊传遭到车辆冲撞攻击 以色列警察上前围捕之际 却误杀了一名四岁女童 想请要联系给国际组织的记者黄雨璇 一辆白色轿车加速冲向正在执勤的 以色列警察 轿车准备开走 好几名以色列警察持枪追上前展开追捕 这里是约旦河西岸城市比度 当第时间七号 一辆汽车冲撞以色列检察哨 造成一名以色列警察受伤 不过追捕过程中 以色列警方疑似开枪击中 坐在另一辆车上的女童 导致女童不幸死亡 根据外媒报道 这名女童年仅四岁 尽管以色列公布监视器画面 证实是检察哨先被冲撞 但误杀是事实 消息曝光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行动 再度惹议 目前仍在卡达访问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为巴勒斯坦人发声 捍卫巴勒斯坦人的居住权 布林肯出访中东 积极斡旋 希望以巴冲突 尽快落幕 而随着以色列对哈马斯宣战 满三个月之际 他们的目标 现在也锁定在加萨的 中南部地区扩大作战 就连通往埃及边界的拉法关口 都是遭到了以色列军队的轰炸 另外以色列 尽管他们否认 暗杀了哈马斯的第二把手艾鲁里 但是美国的情子显示 确实就是以色列动手的 以军作战 深入到加萨中南部 持续开挖地道 扫荡哈马斯 每一寸都不放过 但是战火再次殃及无辜 Gaza's second largest city of Hanunas is now at the center of the fiercest fighting in the territory That's according to reports from both Israel and Hamas Gaza's Hamas controlled ministry of health says 22 people were killed in an Israeli airstrike in Hanunis on Thursday and 14 others including children died in an earlier strike on a home just outside of the city 冲突爆发至今快满三个月 加萨死亡人数标破两万两千人 伤者逼近五万八千人 尽管遍地鲜血 枪炮声依旧没停过 哈马斯还以颜色突击 虽然以色列不断瞄准地道 但是哈马斯还是透过地道运武器 变换攻击位置 两方在像废墟一样的小巷激烈交火 尽管以军说会在北加萨展开更精准的行动 但是在南加萨依旧是大范围空袭 包含炸了哈马斯军火库 以及想要埋炸要炸以军的哈马斯武装分子 甚至连加萨多间医院都被炸 死亡阴影笼罩 加萨民众哭到没有眼泪 一艘法国的直升机航空母舰 暂时停靠在西奈半岛北部当作野战医院 治疗从加萨撤出的伤患 短短一个月之内就进行超过130场大手术 从烧烫伤到截肢都有 十岁的男童他曾经的梦想是当足球员 但如今右小腿打着石膏 左小腿已经截肢 就连在南部临近埃及的拉法都遇袭 而现在冲突还可能更升级 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 也就是相当于哈马斯第二把交椅 艾鲁里在黎巴嫩的公寓遇袭 包含他在内共六人死亡 只见公寓都被炸出一个大洞 还有一辆轿车被烧得焦黑 目击者一口咬定就是以色列的攻击 美方行资也指向以色列 但是以色列官方说什么都不承认 官方表面上是说奉行战略模糊原则不能说 但是其他非县职官员就漏了线 前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高调发表祝贺文 在他国暗杀了敌对组织领袖 以色列此举很有可能一举激怒真主党和伊朗 在黎巴嫩已经替艾鲁里盛大送葬 真主党领袖还祭出最新警告 眼见中东冲突又出现了新的导火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此时出访 七天要奔走八个国家 势必又是一场外交硬仗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另外在上个礼拜有发生在伊朗中部一起爆炸的恐怖攻击事件 造成了80多人丧命 原本伊朗是将矛头指向了以色列 不过隔天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出面宣称这是他们做的 以色列解除嫌疑也让国际社会松了一口气 不过伊朗对于中东秩序的威胁还是在的 他们在各地发起了带领人战争 尤其10月中以后美军在中东已经承受超过上百次的攻击 中东紧张情势持续升温 周三发生在伊朗中部的连环爆炸恐怖攻击 造成80多人丧身 伊朗政府将矛头指向以色列 不过隔天伊斯兰国的分支ISIS-K宣称犯案 伊斯兰国一名正在德国的宣称 伊斯兰的国舆 性货州 footfarerия 當然他們是從阿fganistan以外的基因 ISIS屬於伊斯蘭迅尼派 伊朗則是什葉派 兩個教派水火不容 因此ISIS不斷對伊朗發動恐怖攻擊 最近一次是在2022年的10月 ISIS槍手射殺了13名伊朗民眾 而這一次ISIS選在伊朗革命衛隊將領 蘇雷曼尼的忌日 攻擊到墓園摯愛的民眾 以色列的嫌疑解除 伊朗无法再继续针对 两国爆发冲突的风险降低 国际社会松了一口气 不过伊朗的威胁还没解除 它正在各地点燃代理战争风火 10月以来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 遭受至少118次的袭击 这周美军两度轰炸伊拉克军队 击毙了挺伊朗的将领 美国试图将以哈在加萨的战争 与其他区域的冲突分开 但日前以色列在贝鲁特郊区 暗杀哈马斯高层首领后 争端就开始扩大 黎巴嫩官方对以色列发出警告 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也扬言要报复 哈马斯则指控以色列有意扩大冲突 中东动荡对西方经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鸿海航运受威胁 全球贸易都受到冲击 伊朗支持的燕门武装反叛组织青年运动 攻击前往以色列的船只 伊朗还派军舰到鸿海驻镇 美国已经多次摧毁青年运动船只和无人机 英国外交大臣卡麦隆也警告 将对扰乱者发动攻击 美军近期也加大反击力道 白宫则透过代理战争国的联络管道 警告伊朗必须停止攻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展开第四次中东行 这也是他第五次前往以色列 由此可见中东情势十分紧张 布林肯将到访八个国家 除了中东和波湾国 也将前往土耳其和希腊 而此行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就是鸿海安全 美国总统拜登稍早也派出特使团到以色列 在与纳坦雅胡和国防部长格朗特会面后 以国公布了第三阶段战争策略 加萨北部摧毁地道的行动持续 南部则着重在击毙哈马斯首领 并救出人职 以色列持续猛轰加萨南部城市 尽管民众遵照通知撤离 但还是难逃攻击 埃及边境的拉法市有六处地点遭轰炸 在当地避难的巴勒斯坦人 见到记者不断呐喊 他们已经无处可逃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转换焦点要带您看到 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 这边金船发生了雪崩 有两人不幸里内 意大利山区的搜救人员 是在靠近瑞士边界的阿尔卑斯山区内 找到了两具遗体 在当地时间7号的时候 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区 海拔约2000来百公尺处 发生了雪崩 随后搜救人员就发现在 积雪的下方 找到两具遗体 不排除是因为雪崩离内 不过遗体的身份尚未公布 是否为外国的登山客 还有待当局进一步理清 另一方面是2024一开始 全球就是天灾不断 看到在欧洲西北部地区 迎来了大西洋风暴 带来了雨雪天气 包含法国的北部 德国还有英国部分地区 都出现了洪水 而在瑞典则是经历了 极度寒冷的低温 北极村冷到零下43.6度 刷新了25年来 1月最冷气温 瑞典爆风雪来袭 不止瘫痪南部交通 北部地区更经历 几栋温度 位于拉普兰区的北极村 气温降至零下43.6度 打破自1999年以来 1月最低记录 而北极圈南方150公里处 还一度冷到断电 极端气候来势汹汹 欧洲西北部则正面临暴雨洪灾 法国北部加拉海峡省 两个月来第二次淹水 搜救人员已协助数百人撤离 第一次我们说是一副冲 但第二次在股市场 开始在股市场 不管是在股市场或股市场 我们会问我们怎么回事 临近的德国也正立抗洪灾 其中西北部的夏萨克森邦 是最严重的灾区 当地救难人员忙着用水桶 搭建一条长两公里的临时水坝 根据气象学者预测 接下来更多雨会从法国西部 抵达德国北部 总理肖兹在周四前往灾区视察 承诺向灾民提供协助 不过沿路遇到不少民众 冲向前对他大喊骗子 比利时野兽这波大西洋风暴清奇 从周二开始连日的大雨 导致部分地区严重淹水 火车营运商在周四宣布 将暂停从布鲁塞尔 到卢森堡的服务 直到水位趋缓 民众恐怕都得改达巴士 超大的风快把人吹走 英国遭风暴汉客很少 截至周四下午 英格兰和威尔斯地区 发布超过五百五十个洪水警告 北安普段郡也因为一条主要河川溃题 宣布进入重大事件 而这场猛烈的风雨 也让许多还不会游泳的小海豹 被大浪冲走 与海豹妈妈失散 截至目前救援单位 已救出六十只小海豹 但专门收容的空间 已逼近饱和 不知欧洲天灾频传 美国加州沿岸也一连好几天 先去巨浪 吸引不少重浪客冒险挑战 海岸上也聚集了大批围观的群众 不过救生员警告 大浪可能突然打上来 越来海滩还是比较安全 至于加州内华达山脉 本季的第一次降雪调查 雪况则低于平均值 所信目前加州所有的水库都是满水位 并且可能在一月或三月引来大雪 TBS新闻总和报道 这次也是灾区的 还有日本的富山县 因为过去这里很少发生台风或是地震 所以还被称为是全日本最安全的县市 不过这一次在当地也观测到了 震度五强的地震 导致当地出现灾情 还有发生土壤异化 建筑地基悬空 转瓦散落一地 沿着多道裂缝往上看 原来这是间卖酒的小店 从正面看 这栋房子在地震后塌陷 旁边紧邻的老屋也跟着一起被拖垮 日本石川县大地震第五天 距离重灾区大约80公里的富山县 很多房子也都像这样被震的东倒西歪 当地还测到震度五强 是首次观测到这么大的地震 我们刚刚访问了这边的民众 他们是表示住在这边已经超过70年了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这样的摇晃 富山县被誉为日本最安全的一个县 因为当地几乎没有台风 也很少有地震 从2012年到2022年 十年间富山县只有发生过 112次规模一的地震 是全日本第二少 而事实上在我背后的这栋建筑 他为什么会应声倒塌呢 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经过防震系统的一个补强 而在他两边的房子 其实过去都曾经做过类似的补强 所以在这次地震当中就停了下来 富山县政府开始统计受灾的房屋数量 向兵建市总共有34栋围楼 官员呼吁这些民众赶快离开 不要待在家 另外富山市房屋要重建 接下来还得面临土壤异化的问题 地底下的泥沙都已经被翻到地表上来了 这是因为这边也发生了土壤异化的现象 富山市一所大门口 出现大片军裂和深深的缝隙 博右路车道和人行道接缝处还出现高低差 走在上面的行人随时都有危险 发生土壤异化的还有富山市的富山港 因为在我背后这一大片的海港设施 目前是完全关闭的 而当地的民众告诉我们 在地震发生之后 其实这边地表是冒出了50公分高左右的水 可以看得出来土壤的异化状态非常的严重 地震发生后 富山港观测到80公分高的海啸 海水甚至淹到观景平台上 留下深浅不一的痕迹 但对富山县人来说 这已经是罕见灾情 因为当地过去只发生过5次海啸 其中最高的一次出现在1993年 当时是观测到61公分的海啸 地震 土壤异化加上海啸 让原本是冬季观光圣地的 能登半岛蒙上阴影 一位牡蠣养殖业者说 他现在无家可归 连生意都做不成 为了尽快让灾民取得更多物资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宣布 将合拨40亿日元 大约8.7亿台币的预备金投入证灾 是2016年雄本地震和之前暴雨 救灾规模的两倍 另外传出日本目前在救灾方面 只接受美国的帮忙 2024年刚开始 已经背上内阁贪污阴影的岸田 现在又面临地震和日航事故 双重打击 支持度恐怕创下1947年来新低 就算拨重金救灾 不少重灾区超过六成人都是长者 缺乏年轻人协助振兴当地 这场大地震也唤起民众 对311带来核灾危机的恐惧 石川县制河核电厂就传出辐射水 因为强震溢出 让附近居民有心忡忡 而已经停机很久的二号机 原本预计快要重启 受到这次地震影响 时辰可能会延后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从去年的10月底开始 缅甸的军政府救害民间的武装组织 爆发了激烈冲突 而这一次是首度有交战的炮火 误及到中国的境内 这颗炮弹是在周三 也就是1月3号的下午 落在位于中缅边际的 云南镇康县南散镇上 造成至少了5人受伤 官方虽然证实有误及 但是拒绝透露具体的伤亡情况 这也是2015年后 再度有缅甸的内战炮火 误及中国 元旦当天中缅两国 才刚在云南边境 举办跨境马拉松 展现两国友好 没想到相隔仅三天 一颗来自缅甸的炮弹 就炸入云南镇康县 南散镇的市区 不少店家受到波及 民众仓皇逃生 从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炮弹就落在行道树旁的人行道上 卷起大量烟消 有物品被炸飞 还有路过民众 当场受伤倒地 医院工作人员称 当天下午接至 5名遭炮弹炸伤的伤患 北京当局虽然证实 遭缅甸炮弹误极 却拒绝说明具体伤亡情况 似乎有意淡化事件 中方高度关注 缅北冲突态势 对武装冲突 造成中方人员伤亡 表示强烈不满 以向有关方面 提出严正交涉 从去年10月 缅甸政府军与国管等地 武装组织爆发激烈冲突以来 战火就不断波及中方 包括云南边境三所学校 一度暂时停课 去年11月23日 两国边境的金三角口岸 更突然遇袭 上百辆往来中眠两地的货车 以及车上满载的中方货物 被烧毁 为了止损中方积极协调斡旋 并且在上月中宣称 各方已经达成临时停火协议 可惜停火仅维持了约一周 上月底各方又恢复激烈交战 也因此在2024年第三天 就有炮弹炸入中国境内 上一次缅甸内战炮火落入中国境内 是在2015年 当时先是政府军机穿越边境 发射三枚炮弹落在中方一侧 之后更有两枚炮弹落入这回出世的 云南郑康县南散镇一间餐厅旁 两次无设造成平民5死13伤 当时中方除了向缅甸提出严正交涉之外 更在中缅边境展开石兵实弹演习 作为振折与反制 中方在此要求缅北冲突各方 立即停火指战 采取切施措施 避免在此发生危害中缅边境安宁 和中方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的恶行事件 至于这回中方会不会再采取八年前的 正折举措 人待观察 但缅甸方面明显没有像上一次那样 第一时间对炮弹物极有任何表态 因为2021年政变上台 终结十年民主议会治理的军政府 把更多心力放在周四举行的独立日活动 庆祝76年前摆脱英国统治 活动中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来 没有依惯例亲自发表演说 改由部署宣读讲稿 鉴于缅甸政府军当前与民间武装的冲突 节节败退 外界关注缅甸来这回缺席 可能与战情失利有关 由逃离缅甸军政府统治的前任缅甸军警坦言 政府军内部缺乏纪律 训练与物资也短缺 因此在冲突中很快就会投降 此外民众与军警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 为了安抚民情 缅甸军政府在独立日当天特赦9652名犯人 其中包括114名外籍受刑人 与120名政治犯 但三年前被逮捕 并扣上贪腐罪名的民主运动领袖 翁山苏姬却仍身陷欲忠 对缅甸民众来说期盼军事统治结束 国家回归正轨 对中国民众来说也只有结束军事冲突 才可能让两国边境回归平静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的东南亚动态就带您从缅甸最新看起 缅甸的叛军团体三兄弟联盟 与军政府经过数个礼拜的激战之后 取得缅甸和中国接壤地区一个关键市政的控制权 对缅甸军政府已经形成了重大威胁 另外由于有10名的尼泊尔公民服役于俄罗斯军队的时候 命丧乌克兰前线 另外还有超过百人失踪 尼泊尔政府煞令禁止公民前往俄罗斯 过世乌克兰就业 泰国政府定下吸引要800万名中国游客的 富泰旅游的目标受到外界质疑 特别是中国游客担心安全问题 一直都没有受到保障 泰国的玉佛寺是国家守护的宗教圣地 也是许多观光客的必访景点 那么官方宣布从本月10号开始 观光客的参观路线会进行修改 现年32岁的问来 马丁王子由亚洲最帅王子的封号 他将在1月11号和豪门千金女友举行婚礼 英国王储威廉王子还有凯特王妃也将与会 以上的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给您 最新的消息我们来看到 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赵绍康 昨天才公开向大陆喊话说 胜不到一个礼拜台湾就要选举了 请中共军机不要到海峡中线附近 不过在今天上午国防部公布最新动态 一共有9架次的共机是在台海周边活动 另外还有3颗的空飘气球也都飞越了台海中线 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看到今天这一宗第一线要聊的话题 同样聚焦在中国大陆 刚过去的元旦假期 哈尔滨是站上了旅游市场的C位 有许多的南方游客是勇闯黑龙江省哈尔滨 而他们发出的短影音在社交平台上火爆传播 哈尔滨为什么成功呢 把镜头交给北京特派记者林敏珍 在刚过去的元旦假期 让哈尔滨第一次登顶最受欢迎民宿目的地 民宿的预定量是比去年同期成长了27倍 那么冬季本来就是东北地区的旅游旺季 北京冬奥之后冰雪旅游持续升温 也为东北旅游市场加一把火 但这些因素是不足以完全解释 目前哈尔滨人气和口碑的双丰收 陆媒澎湃新闻就报道 最主要还是因为哈尔滨确实在发生新的变化 例如哈尔滨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冰雪大世界 今年的规模是史上最大的 并且提前建设开业 同时在旅游市场环境的打造上 当地是拿出了更多的行动 首先第一个哈尔滨有用户思维 在细节上是宠游客 为了游客拍照好看 哈尔滨是弄了一个好大的人工月亮 为了方便南方的游客取暖 还盖了温暖的小房子 为了让游客可以更方便的吃哈尔滨的冻篱 还设计出动力的摆盘 那么这些细节不但让游客是感到被尊重 也成为网路不断传播的素材 最后成了网红 另外还有网友分享 在冰雪大世界里面讨论度最高的 是500公尺的冰溜滑梯 但它的规定是身高要超过160公分 才可以一个人滑 但很多成年人都不到160公分怎么办 冰雪大世界直接找来许多身高超过185公分 体育学院的学生来陪华 这样的服务一推出又冲上了热搜 而大陆的零食界现在也流行用高学历当卖点 但是有多款的食品都被爆出学历造假 这种蹭名人蹭名校的风气又要怎么样来解决呢 继续把时间交给明珍 最近上海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是 对一款名为90农大蔬菜卷的临时展开了调查 这款食品在网路销售上 是标有东北农业大学的字样 产品包装也印有农大两个字 似乎和东北农业大学的关系相当的密切 那么南方都市报报导 这款临时在多家电商平台销售 最高的一家销售总量是超过了3万件 不过对此东北农业大学对外回复 学校和商品的制造商是没有任何的合作 上海官方也表示 东北农业大学是一所高等学校 不会对外生产经营工作 蔬菜卷并不是学校生产的产品 商品的宣传是不属实的 那么类似的案例也发生在大陆的网红零食 辣条的身上 在网购平台上有不少的店铺都宣称 翻天瓦剌条是湖南农业大学 还有湖南农业科学院研发的 有家店铺销售超过30万 但之后湖南农业大学 还有湖南农科院都也对外表示 和翻天瓦剌条是没有任何的合作关系 为什么会有以上这些现象 因为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于健康管理 还有食品安全越来越重视 部分商家他最新的营销手段 就是把零食冠上高学历 达着汉名校还有研究院所合作的名号 就是想让消费者误以为 这些零食的品质更高更健康 对此就有大陆法律专家表示 零食假学历的乱象 会对不少农业科研院所的声誉 造成负面的影响 也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市场建立机关应该主动出击 那么科学研究院所也应该要勇于维权 有分析评论指出 2023年大陆的休闲食品产业市场规模 将达9286亿人民币 2024年可能冲破1兆93亿人民币 随着经济发展还有消费水准提高 休闲食品逐渐是成为 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 当大众的环保意识觉醒 临时的面子工程将不适用于品牌的长远发展 而中国大陆有一名爸爸 他是帮自己跟两岁的儿子 都买了头等舱的机票 结果却帮保姆买经济舱的机票 但是要求空服员 要让保姆进到头等舱来 被拒绝之后还大闹飞机近三小时 机舱内呛吓的这名男子 帮自己跟儿子买头等舱机票 但是帮保姆买经济舱 而上飞机后 以保姆要雇小孩为由 胁迫空服员 让保姆也搭头等舱 否则空服员就要全程帮他带小孩 被拒绝后进大闹飞机 事发在日前一架中国东方航空 从北京飞往四川搬机 男子从晚间十一点零五分 耍无赖 闹事到凌晨两点将近三个小时 搬机因此取消 全机三百多人被改签 没有任何赔偿 男子被带下飞机后 还比出不雅手势 保姆跟着辱骂其他乘客 要有公共意识 也就是不应该影响的其他人 显然这是文明素质太低而导致的 第二 起诉和警方的处置也是有问题 我记得美国的一个航班上 遇到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乘客 是直接给拖了下去 没有公德性的行为 也发生在上海地铁 因为男子在船上内 跟其他乘客争执 禁用吸尘器阻止地铁车厢关门 最后靠政务员按下紧急关门钮 才恢复行驶 而闹事的男子被行政处罚 TVB二兄叶俊宏陈永文综合报道 另外在大陆广西这边 传出有一只黑熊误爬高压电塔 不幸遭电极死亡 想请要连线给资深记者向如 广西青州有一头黑熊倒卧在地上 被发现时已经死亡 由于黑熊是大陆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现场的人员不敢大意 紧急通报地方政府 一查发现 黑熊因为误触了高压电而死亡 最先发现的是电厂人员 他前往当地查看电线为何断电 抵达现场才发现 有一只成年的黑熊倒在地上 而一旁就是高压电塔 通报了地方政府 他们初步判断 应该是黑熊爬上了高压电塔 误触高压电而死 事件中无人伤亡 而当地的电力也已经恢复 由于黑熊是杂食性动物 主要栖息在森林中 有网友就提问 遭电级的黑熊是野生的吗 还是动物园的 广西官方并未回答 南韩物教高涨 那么相待相对的 养育成本也跟着高了起来 最新一份的调查指出说 2022年结婚的夫妻 十对当中有三对 都是双心无子女的顶客族 现在政府为了要刺激生育 寄出了不少的补助方案 像在仁川市 说是育儿津贴 可以领到18岁 南韩出生率屡创新低 为了鼓励生育 仁川广育市宣布 设置天使支援基金 对所有在仁川出生的小孩 提供补助直到18岁为止 累计金额达1亿韩元 折合约241万台币 新年既既出生长女 支援金额7200万台币 一岁至七岁 每年120万台币 总共840万台币 10004支援金额 除了支援金额 只要是2024年出生的孩童 从满8岁开始 就得每月里15万韩元 折合约3620元台币 直到18岁 已经出生但还没满8岁的儿童 也能按比例 拿到儿童梦想津贴 南韩养育成本太高 越来越多夫妻 选择过两人世界 最新一份调查指出 2022年结婚的夫妻 十对中有三对 是双心无子女的鼎克族 南韩政府意识到 日益严重的低出生率趋势 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 严重问题 决定推动制定特别对策 定调2024年为克服低出生率远年 南韩统计厅认为出生率在2025年触底后可能反弹 但也期待通过激积政策 提早从2024年开始回升 请各界专家建议 提高出生率的创意政策 김연철 홍콩 과학기술대 경제학과 교수는 이른바 스카이와 의뢰로 대변되는 학벌주의가 저출산의 근본 원인일 수 있다는 진단을 내놓았습니다 진미정 서울대 아동 가족학과 교수는 여러 정책들의 효과를 세밀하게 분석해서 집중 투자해야 한다고 정언했습니다 南韩统计厅也重新设计 低出生率统计指标系统 以便更有效地管理低生育问题 像是生育现状的调查类别 包括新生儿数 婚姻建树 以及对婚姻的看法指标 예를 들어 의향 부문의 결혼에 대한 견해 지표를 보면 결혼을 해도 그만 안 해도 그만이라는 인식이 절반을 넘는 것으로 나타났습니다 가치관 및 인식 부문에 해당하는 결혼하지 않는 이유 지표를 보면 남성의 경우 경제적 이유가 여성의 경우 결혼일 양립이 어려워서라는 이유가 가장 크게 나타났습니다 在家庭政策类别当中 在细分为制出规模 结婚生育和养育支援等等 包含了补习育和育儿休假指标 根据统计2022年 每个南韩学生 平均每个月要花41万韩元的补习费 折合近1万台币 父母的育儿休假使用率则是30% 南韩政府也将根据统计结果 规划更能刺激国民结婚生育的补助项目 体育BS新闻综合报道 而现在在美国 矽骨不少龙头企业 开始使用AI来节省成本 但是大量的劳力可能会被AI取代 尤其是已经在工作中 使用AI的民众 其实有高达四成是开始焦虑的 担心自己的饭碗不保 专家也担心 AI是会引发赢者全拿的局面 眼看AI带来美好的愿景 企业成本渴望降低 消费者可以用更方便的方式 更低的价格 获得更好的产品或是服务 但专家却看得更深远 担心优点 另一面恐怕是难以承担的缺点 CNBC的最新民调显示 将近三分之一的民众都在工作上使用AI 七成二的人也肯定AI增加生产力 只是这AI让大部分的员工确实越有越心慌 会有这样的科技焦虑不是没有原因 专家说从历史的经验上来看 现实恐怕很残酷 重量级的经济学家萨克斯就表示 过去四五十年高科技浪潮之下 接受高等技术性教育的民众站在浪头上 这样的情况未来五十年可能还是不会改变 但同时也代表很多民众会在赢者全拿的世界里 再不再沉 末日博士卢比尼也担心AI可能造成贫富差距拉大 很多原本光心亮丽的白领工作一夕之间 可能完全变样 根据国际劳动组织最新公布的报告也指出 面对AI快速发展 经济学家呼吁公司的福利以及政府的征税政策等等 都应该因应AI造成的冲击而做出变化 尤其这将会是长期性的改变 专家也强调AI浪潮造成的冲击不只是整个经济市场 还包括整个文化社会层面应该思考让AI带给人类什么样的生活 不该是为了成长而成长而是协助推动更包容 而且永续的生活方式 TVVN新闻总和报道